大家好,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杨楠老师。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汉语语法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语法是动量补语。 谁呀? 是我,山本。 刚才,山本在门外敲门。 他敲了几下? 对,当当当三下。 他敲了三下门。 下是量词,它是动词的量词。 汉语里表示动作的数量也需要用量词。 动量词和数字一起,在动词的后边做补语。 三下,在敲的后边做补语。 告诉我们敲的数量, 这就是动量补语。 今天,我们还要学习两个重要的动量词, 次和变。 他们也常常和数字一起, 在动词后边做动量补语。 马丁来中国两个月了, 他去过一次长城, 吃过两次饺子, 看过一次汉语电影, 坐过很多次地铁。 我们一般用次表示动作发生的次数。 例如, 去过一次长城, 吃过两次饺子, 看过一次汉语电影, 坐过很多次地铁。 安妮昨天在宿舍学习汉语。 她听了一遍录音, 读了一遍课文, 然后写汉字。 一个汉字写五遍, 听了一遍录音。 读了一遍课文。 一个汉字写五遍。 遍,强调动作重复的过程。 强调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。 听了一遍录音, 是从录音的开始, 听到最后。 这是一遍。 这个电影我看了三次, 看完了一遍。 你们看, 大卫看电影这件事, 一共发生了三次。 但是, 从开始到最后, 看完这个电影, 只有一遍。 所以, 大卫说, 这个电影我看了三次, 看完了一遍。 次和辫的不同, 你们清楚了吗? 好, 我们来做几个语法练习。 对不起, 请你再说一遍, 好吗? 对不起, 请你再说一遍, 好吗? 这本书在书店看到过几次, 这本书我在书店看到过几次, 但是没买。 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两遍了, 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两遍了, 不想再看了。 这首歌我在电视里听到过几次, 可是从来没听完一遍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语法是动量补语。 我们学习了三个常常做动量补语的动量词, 下, 下, 次和辫。 动量补语用在动词后边, 表示动作发生或进行的数量。 带动量补语的句子, 句子结构是这样的。 主语加动词加勒或者过加动量补语加冰语。 注意! 勒和过在动词后边, 动量补语前边。 动词后有冰语, 冰语是名词时, 在动量补语后边。 例如, 马丁去过一次长城, 安妮听了一遍录音, 长城录音在一次一遍后边。 冰语是你, 我, 他, 你们, 我们, 他们, 这些人称代词时, 要放在动量补语前边。 例如, 我, 我, 见过他一次。 安妮找了你两次。 比较一下这两种句子结构, 冰语位置的不同。 冰语很常识, 我们一般放到主语的前边。 例如, 这个电影, 我已经看过两遍了。 今天, 学习的语法在生活中是怎么用的呢? 请看下面的短片。 嘿, 美丽, 你听什么? 哦, 你每天听那首歌, 天天听不凡吗? 我喜欢张学友, 他的歌, 我听即时遍也不凡。 那你好好听吧, 我去吃饭。 你就是疼吗? 不, 我去吃马化拉面。 要是马化拉面? 你都去吃了, 睡觉吃了, 天天吃不凡吗? 我喜欢吃牛肉拉面, 吃几十次也不凡。 好吧, 你去吧。 再用一下你的日行交。 你去了就是吃了, 自己买一两把。 今天的语法, 你们学会了吗? 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一起学习。 再见。